可是这个时候 这个十枚十枯受损得非常严重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 也看不到它最初的样子了 即便如此 依然有人对这十枚十枯提出质疑 说这十枚十枯不可能是 2300年以前周代的东西 它一定是某个时代 某个人制造的赚品 我知道 古人制造赚品那是常事 可是制造赚品都是为了牟利 那某个古人制造这十枚十枯 它意欲何为呢 我们就说这十枚十枯 当发现它的时候 是唐代的贞观元年 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了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 十枯在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损毁 就是有风化了 花岗岩暴露在这个野外 露天的情况之下 发生这种风化至少一百年 那么从唐贞观元年向前推一百年 就是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 关中地区 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 游牧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 文化非常落后 假如这个时候 有人要制作这个雁品 那他首先得做十枚十枯 然后编十个帝王的故事 再用一种诗经体 将这十个故事记载下来 然后用一种既非大传 也非小传的独创的字体 将其镌刻在十枚十枯上 能做到这种事情的人 什么人 那可是大师级的人物啊 如此大师级的人物 他制造十枚十枯 动机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十枯是赝品 这种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